一位病态肥胖的女性,沃床三年,不得不依靠她的孩子来洗澡和照顾她。 她已经减掉了540多斤体重,重新走路。 夏年51岁的米拉克拉克,来自田纳西州费耶特维尔,是五个孩子的母亲。 三年前,当她第一次咨询减肥专家,尤南诺萨拉丹博士时, 她的体重高达680斤,米拉完全动弹不得。 三年来一直完全下不了床。 这在很大程度上,是由于她腿上长了一个40斤重的淋巴水肿,疼痛的肿胀让她在试图站立时感到痛苦。 当米拉第一次寻求减肥帮助时,她已经有13年多没有走路了。 她在节目中承认,由于自己的身体状况,她的生活变得悲惨,因为她无法从她的床上。 米拉不得不严重依赖于她的孩子照顾她。 米拉在2017年表示,这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。 她们这个年龄的孩子,不应该照顾她们的父母。 米拉一生都在与体重做斗争。 当她只有三岁时,其他孩子开始叫她胖子。 这让她意识到自己有多胖。 然而,因为她很年轻,她没有注意到不健康的饮食习惯。 高中毕业后,她遇到了埃尔罗伊。 她们结婚了。 虽然她当时体重超过360斤。 但埃尔罗伊并不认为,她的体重是个问题。 我太爱埃尔罗伊了。 米拉说,有时我都忘了自己很胖。 在他们说,我愿意厚不久。 米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。 虽然她们想要更多的孩子。 但她体重接近500斤。 这使得她再次怀孕的风险太大。 于是这对夫妇,从父母吸毒的家庭,收养了四个孩子。 虽然她发誓要照顾他们。 但他们最终还是满足了她的需求。 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。 米拉和她的家人决定搬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。 这样她就可以咨询,减肥外科医生诺萨拉丹医生。 除了与米拉合作外。 诺扎拉丹博士还确保她的孩子们,与一位营养师见了面。 这样他们就能了解母亲的饮食。 因为她想确保在送她回家之前。 孩子们不会再让她沉迷于吃东西。 这位减肥专家解释说,她想给米拉做手术。 摘除她的淋巴水肿。 但她需要先减肥。 以确保安全进行手术。 因此,这位五个孩子的母亲,全身心地投入到减肥计划中。 自己剪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九十斤。 使她有资格做手术。 医生切除了巨大的淋巴水肿,由面板下淋巴液积聚引起的肿胀。 她继续努力恢复健康。 后来, 当米拉终于能够独立站立时。 她接受了减肥手术。 在她的减肥之旅中。 她始终保持住惊人的专注和奉献精神。 只是在她深爱的丈夫埃尔罗伊心脏病,发作叙事时。 她才稍稍动摇了一下。 她伤心欲绝。 因为她死前不能离开床去医院看望她。 但最终是她的孩子们,激励她坚持自己的减肥计划。 她比以往任何时候,都更坚定地要减肥。 这样她就能成为孩子们的好妈妈。 她还接受了几次去皮手术。 当她体重不足180斤时。 她的双膝都被替换了。 这让她最终能够完全直立行走。 不需要拐杖或助行器。 在最新一集的节目中。 米拉被看到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,庆祝她51岁的生日。 包括她的孩子。 他们也说,他们为她的减肥之旅,感到非常自豪。